我也没想到,我都27了,还会在大半夜为一个童话故事落泪,它出自我16岁就爱上的作家迪安,写的一个中篇小说《莉莉》,一个狮子爱上猎人的故事,那如果你正好是大半夜刷到这个视频呢,恭喜你,你将会收获同款的档期回肠。 好,废话不多说,咱们故事开始。 莉莉是一只小狮子,在她刚来到世界的第三天,她就失去了妈妈,妈妈是被一个猎人打死的,当猎人带着猎狗巴特走进了之后才发现这只母狮子怀里有一只小狮子,巴特就疑惑地闻了闻小狮子,猎人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跟你想的一样,我们叫她莉莉怎么样? 于是从这一天开始,莉莉就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并且和猎人巴特生活在了一起,成为了他们的宝贝,猎人总是叫莉莉乖女孩,甚至还允许她跟自己睡在一起,这可是巴特都没享受过的待遇啊,但是巴特从来不嫉妒莉莉,她一心只想保护莉莉,尽管莉莉的个头很快就要超过她。 所以当那张床容不下莉莉的时候,猎人给她找来了一张金黄色的厚厚的毛皮毯子,比猎人自己的床垫还要软,莉莉高兴得不得了,使劲地把脸往毯子上蹭,猎人笑着跟她说,莉莉这是你的妈妈,但是莉莉并没有听见这句话,此时的她正高兴地招呼巴特,想要跟她一起分享这张毯子呢。 村民们都非常的尊敬猎人,因为村里一年一度的祭祀庆典上,所有供奉祖先的野兽和鸟全都是猎人打来的,而且今年她还打到了一头狮子,并且还是一头刚生育的母狮子,这是一个吉兆。 后来莉莉也跟着猎人和巴特一起去打猎,莉莉喜欢奔跑,奔跑的时候她觉得自己都变成了耳旁呼啸而过的风,她美丽的头颅一歪,纵身一跃就能咬断一只鹿的脖子,但是自从莉莉能打到猎物之后, 猎人就不给她吃熟肉了,怕她吃惯了熟肉,以后不知道怎么办。 莉莉不懂什么叫以后怎么办,她就缩在自己的毛皮毯子上,就赌气呢,这个时候巴特就叼来一只生羊腿,意思就是我陪你一起吃好不好,很好吃的。 总之这一家三口是非常幸福的,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的话,这天晚上猎人喝了一点酒,她对莉莉说了一句话,莉莉四年了,第二天早上猎人又带着莉莉和巴特去打猎了, 只不过这次去的是山上,莉莉不喜欢山里,她喜欢一望无际的原野,于是呢她就懒洋洋的跟在他们后面,但是走着走着她发现猎人和巴特都不见了, 莉莉也不认识路,不知道怎么走回去,就在那转了半天,太阳都已经偏西了,他们还是没有踪影,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头宫狮子叫阿朗,阿朗跟莉莉说, 我注意你很久了,你很漂亮,面对阿朗呢,莉莉是有一些敌意的,她只想回家,阿朗就跟她说,你是一只狮子,狮子是没有家的, 你成天跟着一个人还有一条狗出来打猎,这太荒唐了,你知道一头狮子应该做什么吗? 莉莉就看着阿朗转过身,对着深邃的峡谷纵身一跃,这个瞬间莉莉仿佛看见了在原野上追逐猎物的自己, 阿朗跟她说,这片原野上的每一头狮子都要跳一次峡谷,有的狮子已经死在这儿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会冒这个险,这就是狮子必须要做的事情, 莉莉问她为什么,阿朗说,问为什么是人的习惯,你不应该有这个习惯,说完,阿朗就带着莉莉走出了山,并且表示,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到了晚上,莉莉终于找到了他们居住的小木屋,巴特看见莉莉高兴得不得了,但是猎人还是把莉莉赶了出去, 她跟巴特解释说,当年带莉莉回来就是因为她太小了,而现在她已经成年了,必须回到大自然中去, 小木屋的门关上了,莉莉转身走了,没走几步就要回一下头,最终她在一棵画树前停下了,因为再往前就看不见小木屋的灯光了, 她在画树旁边缓慢地握了下去,握下来的姿态就像一个优雅的女王,外面好冷,莉莉知道猎人一定会给她开门的, 过了一会儿小木屋的门真的打开了,莉莉的四肢已经冻僵了,但是她还是向着小木屋的灯光飞奔而去, 然而门口的猎人还是挡住了她,她拎起那张毛皮毯子,在莉莉的鼻子跟前一边抖一边说, 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过,这是你的妈妈,现在我告诉你,你的妈妈是被我亲手打死的, 这张皮是从她身上剥下来的,我不是你的亲人,我本来应该是你的仇人,懂了吗? 然后莉莉就扑了上去,她本来只想赶走那张毯子,却误伤了猎人, 她才知道原来猎人也是会流血的,猎人把受伤的手臂伸到莉莉跟前说, 很好,其实你我的关系本该如此,下次见面的时候,不管是在山里还是在原野, 别忘了你要像刚才那样对我,门再一次关上了, 莉莉知道这扇门是真的不会再为她而开,那是为什么呢? 她想不清楚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还是她做错了什么? 莉莉的眼睛突然像星星那样闪了一下,那种明白自己永远失去了什么的感觉,实在是太恐怖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阿朗出现了,阿朗说,我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 于是从这一天起,莉莉就跟随着阿朗,莉莉开始习惯在满天星斗下面睡觉, 每天晚上阿朗都会睡在风吹过来的那边。 阿朗说起从前,她的父亲是狮子王,有一天被年轻的狮子咬断了喉管, 他们成为了新的王,并且要杀掉阿朗全家。 阿朗就这样逃了出来,开始流亡,但是她想着总有一天她要去夺回属于自己的王位, 然后让莉莉做她的王后。 莉莉对杀戮没有兴趣,但是她会认真的倾听,会静静地看着眼前正在做梦的阿朗。 有一天晚上,莉莉听见村子里面正在祭祀,于是她的心狂跳起来, 她叫醒了阿朗和她一起去看祭祀。 可是这么盛大的节日,她竟然没有找到猎人,也没有找到巴特, 莉莉的心悬了起来,直到她看见人们欢呼着抬起了一个新的猎人。 莉莉欺然地想,她的猎人已经死了,她一定是为了给这场盛大的祭祀打一头猛兽才送命的。 可是这份荣耀,人们随时可以给其他人。 也是在这一刻,莉莉才明白,猎人是她的初恋,是她此生第一个情人。 而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她已经做了阿朗的新娘很久了。 莉莉告诉自己,不要再想猎人了,并且她也越来越依恋阿朗。 莉莉说她永远不会离开阿朗的,阿朗纵身一跃的样子真的好看死了,莉莉永远都看不够。 有一天晚上,莉莉梦见阿朗又在跳峡谷,醒来之后却发现阿朗不在她的身边,哪里也找不到。 她以为她会在峡谷的下面看到阿朗的尸体,可是也没有,她明白阿朗不会再回来了。 可是就像当年,猎人赶走莉莉的时候,她遇到了阿朗,现在她失去阿朗了,她又重新遇见了猎人和巴特。 她的猎人没有死,只是眼睛看不见了。 猎人摸着莉莉的小脑袋,再一次叫着她乖女孩。 她抚摸着莉莉的全身,摸到肚子的时候,她愣了一下,莉莉要做妈妈了。 然后莉莉又回到了他们的小木屋,他们三个又过起了从前的生活。 有一天村里的木匠来找到猎人,邀请她一起去镇上看马戏,木匠跟她说,我打听过了,她在里面。 于是猎人就带着莉莉和巴特一起去了,现在的猎人失明了,像个孩子一样,时刻需要他们俩。 到了镇上,莉莉发现有一只会钻火圈的狮子被锁进了笼子里面,而这只狮子就是阿朗。 阿朗跟她说,自己那天是掉进了陷阱里面,然后就被他们带过来,要求她钻火圈。 莉莉看见一个粉红色的拿着皮鞭的女孩走了过来,她笑盈盈地叮嘱阿朗听话一点。 这一刻莉莉看见阿朗的眼睛里面有爱情,莉莉不知所措地笑了一下,跟阿朗说,阿朗,你在犯我以前犯过的错误。 阿朗跟她道歉,请求她的原谅。 莉莉说,好吧,如果他们打你,欺负你,你忍不下去的时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吗? 我们虽然爱上了一个人,但是也别忘了我们是狮子,所以你绝对不可以低头。 阿朗答应了。 登台表演的时候,阿朗却怎么也不肯钻火圈了,皮鞭重重地落到了阿朗的身上。 莉莉一边想着,别以为我们会向你们低头,一边又祈祷着阿朗不要那么酱了。 舞台上的阿朗突然向莉莉调皮地笑了一下,然后轻盈地跳了起来,扑倒了女孩。 周围传来鬼哭狼嚎的声音,人们逃难般地涌向了出口,莉莉突然感觉到身体里面传来一股异样的寒冷的力量。 她想着,阿朗,等等我。 然后人们看见莉莉像一道闪电一样向着舞台纵身一跃。 这一跳让莉莉的肚子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然后就是一声枪响,阿朗的额头开出了一朵红艳的花。 莉莉仓皇地回头,发现猎人就站在舞台下面,端着一杆还在冒烟的枪。 猎人再一次成为了英雄,她虽然失明了,却依旧摆布穿扬,她接受着人们的膜拜。 有人问她,你已经看不见了,怎么还有把握开枪的? 猎人回答是莉莉,莉莉扑过去的声音提醒了我那只狮子的位置和方向。 莉莉是我的乖女孩,我相信她不会错的。 莉莉当然没有听见这些话,因为此时的莉莉怀里正抱着死去的阿朗。 三天后,猎人举行了婚礼,新娘是那个训兽师,那个粉红色的女孩,她叫英叔。 这是猎人第二次救她,她答应了猎人的求婚。 后来莉莉的女儿出生了,猎人给她取名叫猪砂,因为她的额头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两天之后,大家发现猪砂的一条后腿弯曲的厉害,走路的时候不能着地。 莉莉想起那天,从观众席飞向舞台时,肚子撕裂一般的疼。 莉莉想,我的猪砂就是那个时候受的伤,但是阿朗,你不要介意,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所有的灾难不过是因为眷恋。 但是好在猪砂备受宠爱,她好像也没有疼痛的记忆。 巴特虽然老了,但是照顾起猪砂,也像当年照顾出生三天的莉莉一样。 猪砂满16个月的时候会被送去动物园,莉莉知道猪砂永远不可能像自己那样奔跑,她永远追不上任何一只猎物。 所以对于猪砂来说,动物园是一个好去处,至少在那里她可以活下来。 因为猪砂的品种非常难得,吸引了城里的一个动物学家,动物学家直夸猪砂漂亮。 猪砂听到这话,立刻就蹦到了动物学家面前,给了她一个毫无保留的笑。 莉莉也笑了,可是突然,她在这个画面中看到了一种很熟悉的东西。 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一个年轻的,好看的,强壮的男人,一个就像当年的猎人一样的男人。 动物学家告诉猎人,这片原野上已经没有狮子了。 莉莉想,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么阿朗就已经没有敌人了,阿朗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君王。 猪砂对自己长大之后要去动物园十分的期待。 动物学家来带走猪砂那一天,她摸着莉莉的头,跟她说,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她的。 说完这句话,莉莉从屋里走了出来,动物学家拉起了她的手。 莉莉说,莉莉,我要跟她走,边哭边道歉。 莉莉望着眼前这个女人,这个夺走了阿朗,夺走了猎人,现在又帮着别人夺走自己女儿的女人。 莉莉只是望着她,没有怨恨。 在莉莉心里,殷叔就是一只蝴蝶,她生来就是为了让别人眼花缭乱的。 猪砂欢天喜地地钻进小笼子,莉莉说,你要乖。 她隔着栏杆舔着猪砂的脑袋,舌尖触到了冰冷的铁栏杆,那么冷。 于是莉莉开始用力地舔那些铁栏杆,从上到下逐个逐个地舔着。 她想着,或许这样的话,铁栏杆就不会那么冷了。 那她的猪砂就算碰到了,也不会那么难受。 妈妈不去嘛,猪砂扬起小脸,问,可是车门已经轰的关上了。 在这个早晨,小木屋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只有莉莉、巴特和猎人。 就好像其他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就好像所有的离散只是一场很长很长的梦。 猎人说,让他们都走吧,其实这个家里本来就只有我们三个。 猎人请求莉莉的原谅,她说,我杀了猪砂的爸爸, 其实你从观众席跳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谁,原谅我,只有对你,我才敢提这样的要求。 莉莉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再回到原野上去了。 她想起阿朗说过的,每一只狮子这一生都要跳一次峡谷。 她知道她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她已经跳过了峡谷,只不过是在马戏团的观众席里完成的。 那是唯一的一次忘情,却给她的女儿留下了永远的缺陷,那就是代价吧。 或者说,生命本来就不是一样可以忘情的东西,所以峡谷里的狮子们,才把那种纵身一跃,看成是一生的意义跟尊严所在。 生命不是为了放纵,而是为了承担,为了一种日复一日,没有止境,不能讨价还价的承担。 阿朗不懂得这个,英书也不懂得这个。 但是莉莉懂得,而猎人,她的父亲,她的情人,她的仇敌,她的妇类,她的命运,她的生命是因为她才得以延续。 她生命中所有的苦难都因她而起,可是她给她的那么多的爱,又在她的体内懵懂地积蓄起一种强大的力量,来抵御所有的苦难。 猎人让莉莉把巴特叫醒,一起去散步。巴特沉睡着,只是没有了呼吸声。 莉莉已经经历过太多的离散,她很容易嗅出了空气中永绝的味道。 小说的最后一句是,莉莉走到巴特跟前,无限爱恋地把前爪搭在她的老朋友尚且温暖的脊背上。 好,讲完了。 就是这个故事让我很久都没有缓过来。 她是在讲爱恨情仇吗? 是,也不完全是。 稿子写到一半,我的脑海里面突然蹦出四个大字,命运轮回。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故事,或者说只听我讲述,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哭。 我是数度落泪,那我为什么会为这样的故事落泪呢? 让我告诉你我的答案。 如果它不是一个童话故事,我可能还不会那么受触动。 但是因为主人公以一只母狮子的形象出现,那它自然和我们人类拉开了距离。 于是我们得以更好的审视它,但是审视着审视着,我们会在某一刻猛然发现,它哪里只是一只狮子,它分明就是我们自己啊。 我们不就是这样吗? 通过和别人打交道,惜得爱,惜得恨,惜得原谅,惜得成长,明白了什么叫命运的当头一棒,也懂得了爱就是无能为力。 但如果只看到这些,那我们感慨的还只是降临到莉莉和我们身上的相似的命运。 那如果我们再往前一步去扣问自己,我和她究竟有几分相似呢? 换个问题,我真的能做到像莉莉那样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是更重要的。 莉莉在猎人身上懂得了什么是爱,但猎人偏偏要教会她失去和仇恨的滋味。 但你们发现没有,在几乎每一个可以去撕摇,去杀戮的时刻,莉莉都选择了去理解。 她会像人一样去问为什么,她会接受无法回避的痛苦。 莉莉就是在那些时刻理解了这个世界的组成,理解了命运的到来不由分说,理解了它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往前走。 这就是这个故事让我数读落泪的原因。 莉莉唯一一次忘情是付出了代价的,所以迪安说, 生命不是为了放纵,而是为了承担。 这也是莉莉理解到的最深刻的世界规则之一。 从此之后,莉莉又变得更强大了一些。 我相信从猎人的视角去看,这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毕竟她是人,而莉莉是狮子。 但是她们的区别哪有那么大呢? 猎人不也同样在经历失去和背叛吗? 更重要的是,猎人也没有选择仇恨。 很久以前,猎人跟莉莉说,是我亲手杀死你的妈妈,我应该是你的仇人。 可是莉莉从来没有真正仇恨过谁。 那阿朗呢?阿朗明白吗?阿朗也不明白。 她只想战胜跟征服,她从来不具体针对谁。 所以故事最后,猎人和莉莉相依为命, 他们用原谅一切的姿态证明着一个道理。 我们以为的仇恨很有可能不是仇恨, 但我们习得的爱,它一定是爱。 爱和仇恨比起来软绵绵的, 因为爱是无助,爱是不知如何是好。 但是恰恰只有爱,才会迸出最动人的力量。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视频我可能讲碧飞语的轻衣, 或者是一个别的故事。 你们有什么推荐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 拜拜。